他被称为香港鬼才 1991年自组剧团迄今交出 58部原创舞台剧的成绩单 即导演 电视人 作家 电台主持 大学讲师与一生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会觉得一双眼睛不够用 一个脑袋不够用 一双眼睛跟一个脑袋 来做几双眼睛跟几个脑袋 要做的事情 他成功将张爱玲名作 《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电影 35岁捧获金马奖成为金牌编剧 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 有点像好像是在上一辈子 看到有人在写 某一个角度自己的故事 所以就特别的亲切 他用五幕戏从容诠释自己的戏剧人生 却独对最后一幕异常笃定与坚持 最后一幕一定叫初恋 2019年4月 作为林一华创作的第一部音乐剧 《梁柱的继承者们》 时隔三年之后 在北京进行新一轮的演出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梁山博 与朱英台这个故事 是因为我觉得朱英台是个 非常现代型人格的一个人 他有他浪漫的一面 但是他其实是能够走到未来去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戏 让更多人来喜欢他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重心 就是我发现我有话想对这个世界说 十几岁吧 大概就真的是那个13岁 因为当我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 跟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那些人不懂得我 所以我必须要自我介绍 那个时候你就在找那些与会 林一华1959年生于香港 敏感而叛逆的性格 使他很早就渴望用自己的声音 与世界对话 少年时他曾逃课一学期去看电影 生发出对讲故事的渴望 他从14岁开始编剧生涯 曾供置于香港一家电视台 1978年的一天 19岁的林一华受到后来成为 著名导演王金的邀请 签约成为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剧 他22岁 我更小了 中午吧 我就听到他跟我说 你每个月要写一个 一小时的肥皂剧 然后你得到的那个薪酬是4000块 那在1979年的那个4000块是很多钱 所以我就认为说 太好了 所以我就签约了 但是真正去签约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这不是我想写的剧本 与无限的合约在一年后终止 林一华曾把自己人生的头20年 形容为浅薄的电视第一代 1982年 他参与创办了前卫剧团 纪念二十面体 开始了在戏剧舞台上的先锋派尝试 从此他就没再离开戏剧的舞台 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世界告白的语言 第二幕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就会叫做出走 出走的意思就是 你好像永远都要离开一个地方 你不能太长时间安定的 所以出走它代表了一种决心 就是你的未来还在别处 与许多艺术家相同 林一华的艺术之路是在出走 寻找困扰狂热积淀中不断的演战 香港 台湾 巴黎 比利时 每个城市都记录了它的感情和成长 同时它也在这种主动为之的颠沛流利中 收获灵感和养分 因为我们是在城市长大的 我们都是用一种集球成效 非常重视结果 而并不是回到根源 去拿到营养的 所以你永远都觉得说 这个城市其实有它不足的地方 所以你就会往外找 所以你永远都在希望用外面的经验来填补自己里面的不足 林一华在英国度过了30岁到36岁的大部分时光 也肩货四处辗转 她打工 学语言 观察社会人情 还从自己录制的九百多卷录影带里得到戏剧创作的启发 对林一华来说成年以后的出走 往往还夹杂着对情感的困惑 83年第一次出去的 但是后来在那个时候在谈恋爱 然后要上飞机 但是在我走之前我打了一个电话 给这个让我失恋的人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难道我现在叫你不去你就不去吧 那我说可以 所以我就把那个机票给撕掉了 然后我就没有去 然后一等 当然那件事情到最后那个人也没有跟我在一起 林一华1991年创建的名为《非常林一华》的剧团 在28年间创作了58部舞台剧 她认为所有剧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成长 是她情感经历和思考的投射 那是我的第三幕 叫《试炼》 爱 还是从你开始 我才学会的 林一华读到张爱玲是在上世纪70年代 那时她在台湾读书 从林一华第一部剧作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心经》 可看到张爱玲对她的莫大影响 1994年 她凭借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红玫瑰 白玫瑰》 或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此后再未涉足影视 而是在舞台剧方面多次改编导演张爱玲的作品 她能够把这个异乡 现在很多人说的孤岛 体现在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当中 这些东西跟我的家庭 跟我的情感遭遇 跟我跟父母的关系 有时候也出奇地吻合 所以我在看她的时候 有点像好像是在上一辈子 看到有人在写某一个角度自己的故事 所以就特别的亲切 关于人生 关于价值 关于认识自己 林一华的戏让很多观众能找到自己 她擅长把一个个孤岛开启 共同对话 碰撞灵魂 她运用的方式也极为特立独行 林一华近几年的作品 大多改编名著 翻新 颠覆 杂柔 用现代的面孔去诠释小说的角色 2006年 林一华萌发了创作四大名著系列的想法 我们可以通过《水谷传》问什么是男人 我们可以通过《西游记》去问什么是梦幻 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去问什么是成功 然后到最后我们问什么是性 这些东西全部跟我们作为一个又传统又现代的中国人 是有关系的 最后一幕一定叫初恋 因为初恋是对我来讲是不会停止的 因为初恋不是跟一个对象 其实是跟你自己 就是你如何常常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 去感受那些喜悦 然后让那些好奇可以把你带得更远 从14岁开始写作的林一华 戏剧创作对她来说早已成为一面镜子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爱是其中永恒的主题 简单来说 我觉得跟张姐奶茶他们两位最共鸣的地方就是觉得爱对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创作很多都是以这个作为柱子的 作为一种我们交流沟通的基础 每当舞台剧结束 林华同剧中演员携受泄露 但当观众起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她说那是她最孤独的时候 因为这些掌声它就有点像下完然后就会被蒸发的雨水 连那个声音都很像 就是那个雨水一直打在屋檐上面 然后那场雨下得多大 其实它都是会被蒸发回到天上去的 所以艺术它的确就是空气中来空气中去的 所以你只能把握那个当下 相信那些东西 它真的是有被传达到的 是有被感受到的 林依华导演绝对是一个鬼才 灵动 像小孩一样